阮景锤14年前 只跟老公在越南见过一面 就嫁来台湾 在那边工作很辛苦 也没有做到很多 帮助很多 爸爸妈妈已经每天 要在那个河那里 看起来很辛苦 我心没办法帮忙 心很痛 就想嫁来这里 要可以帮忙 阮景锤嫁到台湾后 帮助夫家务农 也被这小孩外出打工赚钱 生活还算安稳 没想到儿子八岁那年 老公外遇 我没帮好人住在这边 你精心你就没有我了 我就干嘛在这边 然后我说好了 我们两个是离婚 离婚那天 恰好是民国一百年的跨年夜 晚上他们去玩 我就说 今天我没老公了 是刚好跨年了 我做梦吗 还是真的 那个我妹妹她很爱爸爸 她很喜欢爸爸 可是每天晚上她一直哭 刚好那天我出来的时候 我有拿她的一件衣服 然后她哭的时候 我就拿那个衣服给她包 我说你怎么哭 你讲啊 我想爸爸啊 我也一样啊 我也想妈妈啊 爸爸啊 可是你也有妈妈呢 妈妈没有呢 一个都没有呢 你干嘛一直哭这样 然后她就停了 后来阮景锤跟女儿在外相依为命 白天她帮人搭扫房子 晚上边做手工艺 边陪女儿读书 两年前 她写下自己的故事 获得了移民公文学奖优选 我很闷的时候我就写 那天我就想家想什么的 我就说为什么我看到那个我朋友他们过得那么好 我过那么辛苦这样 然后晚上我睡不着 就跑出来拿一张钢子 然后坐下来写一下写一下 我会很当心很多 然后我们就没有做什么事 然后身体会生病 然后会有时候想太多 我会有一阵我们记得快乐一些 没有人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写出来 很像我们有人跟我们讲话讲 然后有人问我 你想得奖怎样 我说如果得奖 小奖就好了不要大奖 这样我就很辛苦 我就很快乐了